都说曹燕磊的棋风那是相当的刚猛 当曹燕磊碰上了外星人王天义 究竟能不能强行进攻得手呢 他来自17年的个人赛 当时是红方的是气子大师曹燕磊 是黑方的是外星人王天义 这盘棋曹燕磊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咱们且看陆征苦斗 这盘精彩的对局是由曹大师持红先走 以先人指路开决 黑方跳马 红方冲兵制马 黑方架了一个足底炮 意图很明显 准备以后冲足直接反击了 所以红方跳边马 不给你冲足反击的机会 黑方跳边马 红方浸泡过河 抢先发难 这边可打着马呢 所以黑方向其进入一步 红方出去 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你再出直居可就不现实了 反正自己的居也拉不起来 不如拉一步横距来得实在 当时红方跳正马 黑方平距站位 现在身为红方来说 不能接受黑方走什么棋呢 比如说 现在红方选择一步飞向 那么黑方进局巡河 待会把自己的两头射全都给碰了 那红方的两头射不就白走了吗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曹大师是真狠呀 直接进局提合 不给你走巡河局 撞两头射的机会 咱们设身处地 为黑方想一下 既然说你的局已经拉起来了 你的七路线肯定是落点呀 我能不能直接充足反击呢 红方很有可能顺顺推舟 直接往前一冲 那反而黑方相当的尴尬呀 人家底下给你吃了 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 黑方也是要面子的 所以直接套机底下李将军 那么红方辅一个事 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有三个问题没法解决 首先自己的底炮在底线孤立无援 自己的军调不过去没有份啊 而且自己的七路马现在受攻呢 现在凭鞭炮的机会也是没有的 红方正好有退马踩炮的先手 所以说底炮待不住 七路线受攻 居又掉不过去 这么走的话 黑方万万不能接受 面对红方积极的压制 黑方究竟如何反击呢 成为新的问题 当身在现场 老王选择了一部足以进一 就是因为这一部拱鞭足 给红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说我把局闪开行不行 红方肯定不乐意 我刚把局提起来 你一拱我 我跑路了 哪都没面子 所以直接把边租一杀 黑方再选择租三级一 可能会有人说 跟刚才有什么区别 红方继续给你撞掉 你能怎么滴 其实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黑方炮击底向李将军 那么红方不是 再把炮往外一拆 现在红方退马的手段可就没有了 毕竟这边拉着串 红方的军又闪不开 自己的兵挡着呢 而且现在红方还不敢敲掉 自己的七路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正好给人家的军腾了一个道 你平兵打还不行 正好是人家马脚 那自己底线受攻 这边抽着军的怎么办呀 红方也是没办法 先不是再说吧 黑方以将军 红方上老架 再继续退居 以将军打一个漂亮的顿挫 红方下老架 再继续拉横军 以后把军网过一掉 马上就要凉凉了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面对黑方积极的反击 红方也是无奈呀 你不拱我 我拱你了 所以红方退居 防守一步再说 因为这个居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八路线 所以说八路炮是一个弱点 那怎么才能利用红方的阵型弱点 做出一些文章来呢 比如说现在黑方简单粗暴的平居捉一下炮 那么红方也会有办法呀 把炮拉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咱们看看老王是怎么表演的 当时黑方平了一步炮 意图很明显 准备以后出居先手捉你的炮 所以红方上外马封居 黑方进居先手捉炮 咱们身为红方来说 我把炮房起了肯定不合适啊 黑方退居一桌 待会杀中兵带将军连销带打 这么走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当时红方选择了一步出居 先把炮给看住 黑方把居往过一掉 八路炮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 说我把炮退回来行不行啊 这么走肯定不行啊 黑方顺势往前一撞 不仅吃掉自己一个兵 而且这边撞着炮 底下还受攻 这么走的话 红方一下就完蛋了 通过黑方巧妙的运子 已经抓住了红方 八路炮的阵型路点 那红方不能白丢子啊 所以直接把炮往下一点 塞中你的向腰 当时老王是相当的开心啊 开局的炮大 残气的马大 所以先给你吃掉再说 红方往上一杀 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红方就有了新的阵型路点 你的居在我的向远 我怎么反击你一下呢 如果现在黑方闪居 很显然自己的炮可就不往了 所以当时黑方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炮往过一敲 这边可还打着你的马呢 当时红方往上一踩 那么黑方平居 再次抓住了红方的阵型路点 这边飞着你的居 而且拉住了你的无根居炮 你来不及往上身呀 自己的居可就不保了 所以当时红方选择了一部平居 那么黑方禁居 这部禁居有三个作用 首先搬住你的马腿 我的炮相当的安全 第二个作用呢 是限制你红方的活动空间 而且还有第三个作用 随时准备套后炮了 所以当时红方先选择了一部补项 先手飞你的炮 黑方把炮闪开 那么红方补一个事 可能有人会问呀 说你的马不要了吗 其实现在黑方是不能吃马的 比如说现在黑方把马一吃 那么红方平炮打居 自己的居还得闪开 那么自己的马可就不保了 说我还是能拉你的无根居炮 我出去捉一下你的炮 你只能闪开 我在平局给你跟上不就挺好的吗 但是自己就失去了套炮打炮的权利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还算满意 当时老王识破了红方的腾挪手段 所以踏踏实实选择了一部补试 捉你的军你得管吧 红方退居捉炮 那么黑方进炮 这边依然打着炮呢 当时红方是任无可忍呀 我跑路你也会套后炮 干脆我还不要了 竟然弃居了 直接把炮一打 那黑方没得说 你弃居我肯定得给你吃掉 红方进炮 先把自己的马给看住 那么黑方退居 这边继续捉着自己的兵呢 当时红方一琢磨 居我都不要了 我还要兵吗 直接上马反击 那么黑方顺势一杀 红方继续上马 黑方选择了一部出局 说自己的鞭炮不要了吗 其实现在红方采掉 也是不合适的 黑方进鞠一般 自己的鞭马可就不保了 刚刚丢掉一个鞠 然后再换鞠 肯定也是不合适 曹大师在自己丢掉一个鞠的 前提条件下 依然是斗志不减呀 兵三尽一 这部戏什么意思呢 你给我机会采炮 我可就采了 然后我先手拱你的马 你肯定受不了啊 所以黑方也是没办法 给你飞掉再说 红方平居先手拱向 那问题可就交给了黑方 我走向三进五行不行啊 很显然不行啊 自己的向就白丢了 人家底线可叫着门弓呢 咱们再来换一个想法 说我把向退回去行不行啊 这么走依然是不行 红方往上一踩 那么你黑方进居一班 红方进炮 这边可打着串嘛 那不是一个换俩吗 黑方自然不乐意 所以说硬着头皮 也得选择一步补士 红方平居一桌 那么黑方继续补士 红方陈炮一将军 这回可坏了菜了 如果你黑方落势 自己的势可就不保了 所以没辙呀 只能飞下 红方顺势再往上一踩 虽然说红方少子吧 但是毕竟棋盘的左侧 有了狙马炮的三次归边的攻势 所以说这么走的话 红方还算不错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曹大师的攻杀能力啊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机会就对攻啊 当时老王也是无奈了 先把炮打过去再说吧 对攻咱俩就对攻呗 红方顺势往上一杀 黑方沉底炮 红方沉底炮 丝毫都不怂啊 当时黑方平居站位 问题可交给了红方 待会人家砍了下 底线可叫杀呢 红方退居防守行不行啊 其实这么走的话 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黑方禁居 以后准备平居捉刷 那马炮阵地受攻了 怎么办呢 说红方闪开行不行啊 黑方继续平居 两个居追一个马一个炮 那点受得了啊 所以当前反面 黑方盛世无疑 当时在现场 曹大师心一横 开弓没有回头剑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干脆上编马 咱俩都对攻吧 黑方选择了一步禁区 捉着编马 红方卧槽一将军 黑方出了劲 再继续把炮往后一拉 先守住自己的底线 黑方顺势把象一吃 问题还是在红方这里啊 人家的两个居太厉害了 以后人家点居下而入 绝杀无解了 所以红方没办法 硬着头皮退居 先看住自己的二路线 黑方平居捉炮 那么红方一平 依然在瞄着人家的底下 黑方继续进居 先守捉炮 红方这回没办法了 只能把炮往里一踢 黑方继续炮击抵视 刑期至此 红方投资认负 咱们先来看一下 红方为什么要认输呢 人家把自己的事敲掉以后 是白吃白喝呀 炮打不行 老家吃不行 要想吃掉咱的炮 只能拿视落 人家居杀抵视一将军 还是一个双居错 也是不行 那不管呢 也是不行 人家待会把炮一打 还是白吃白喝 炮碾单杀呀 不说认输也就认输了 如果您喜欢那期视频 希望您给我点一关注 以后您就可以看到 我更多的视频了 非常感谢您